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给CV能给一个R5,一个R5,三个零的责任吗? 能吗?那也就是说,我一旦给CV分配的是一个R5,三个零的责任, 它就会变得跟AZ一样,什么意思? 只有第一个数发生变化,代表不是一个网络, 而后面的数随便变,都是什么?同一个网络。 能看到网络的书是什么? 所以,各位,我这里看,我虽然把它写的是一个R5,三个零, 但是因为我的网络是包含了你们的网络, 所以我还在一个网络之内吗? 再来,所以是不是同样是机遇给你网络? 能看到网络的书是什么? 能看到吗? 所以,各位,自网络码不是固定的, 没有说AZ只能有一个R5,三个零, 或者也没有说CV只能有三个R5,一个零, 它还是按照你的需求可以自定, 只是我们说,默认自网络码是我刚刚写的这种修口。 明白我说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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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了一个主机,错了。 这种情绪都不用打,直接回家错误。 因为没有意义。 你单独拿出来一个子网络码码, 你说它能画多少网络,多少IP,也不对。 也就是说,IP和子网络码码必须要用。 同时出现,才有作用。 单独拿出来的任何一个,都没有意义。 听懂吗? 能听懂吗?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那好,我们先讲了子网络码的作用, 让我知道子网络码是用来画的网络为和主机为了。 OK,好了,那回过头来,我们再看一件事,什么? 这个,各位,我们从三类IP地址当中, 都各自拿出来了一类私有IP。 什么意思? 下面这两类是我没有,所以不理它。 那我们现在是什么? 我们,这个文档是我随手写的, 你们下来要整理一下,要不然这个顺序比较乱, 听懂吗? 那么,我们拿出来的三类私有IP地址,什么意思? A类从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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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到10.2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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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各位,这里虽然没有写子网络码, 但是一般我们认为它们匹配的是标准子网络码, 172.16.0.0.0到172.31.255.255。 各位,因为它配的紫网络码是两个25,这是标准的吧? 所以,它是拿出来的16个网络码,作为了内网络码。 而A类是不是只是一个网络码? 但这个网络码里面是不是有1677万个主线? 能够吗? 要对C类来讲呢? 我们从192.168.0.0到 那因为C类的紫网络码是标准子线, 所以它等于是拿出来的256个网络, 每个网络只有254个主级可用。 能看懂? 什么叫C类的IP啊? 我之前说过,IP是哪里来的? 你想要有一个IP怎么得到啊? 找这个去买吧? 在我们国内,是不是就是找网络,找电信,去跟接物商,对吧? 大大人是不是说我要买,发钱给你就完了? 对不对? 但是这些东西是不用去买的。 你们任何人都可以随便指定, 比如说我们时候都可以指定这个。 各位,他为什么要用4VP啊? 为什么? 原因很简单,我说了我们IP是有多少? 2个3、2个4个网络码, 其中是不是还有一部分不能用? 那,就算是2的32次方,总共才有429000多万个IP。 不到43,那我问你,够了。 这事我是不是都已经说过了? 我现在一个家里头,我个人家里面, 昨天我有买了小米精华器,这个哥们也要IP。 他也要IP,因为他有那个WiFi,他有那个操作系统。 你们要是说什么? 所有的东西是不是加起来,我一个家庭可能就要有四五十个IP, 你们要是说什么? 那这样的话,如果全部采用公募IP,不计成本的话,够了。 我不考虑能不能买能钱。 我就说,不,不,不,我如果全部买成公募IP,够了吗? 绝不可能。 文庆老师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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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怎么办? 那是不是就是靠四元P了? 四元P的好处,第一,最大的好处。 哎,你可以是192.168.1,别的学校可以吗? 其他的企业可以吗? 把我们这样,在学校和这种办公场所或者机房,这样需要大量的这种IP地址,这个实用的情况下,我们是不是全部采用的是四元IP? 这样做的好处是吗? 节省了公网IP吧? 各位,我说,节约公网IP的手段有很多种。 比如说,我们讲,拨号上网的动态IP。 什么叫动态IP? 什么拨号给你的啊? 段先生就把它收拾出来。 这个世界可以有效节约IP地址。 也就是说,我们一般的在大范围的情况下,比如说,我有五千个IP地址,我基本上可以支持四到五万人的方法。 没有问题。 明白吗? 因为,当然这么说有点夸张。 但是,最起码两三万人方法。 因为它是循环交替的。 你们知道吗? 但是,这些都不是主要手段。 最主要的手段就是谁? 四元IP。 要没有四元IP,我们的IP地址早已经靠近了。 各位,你们看过新闻吗? 说,再过多长时间,我们的地址交流完了。 见过这种新闻吗? 各位,从十年前我就看事情。 基本上每刀快过年的时候,年中总结的时候就说,再过多久,我们的安心,再过两个月,一般就是这样做。 但是到现在还没有就完。 就是因为什么? 我们的时候采用这样,怕两个月就会手段。 什么人家做? 明白了吗? 说什么? 能听到吗? 那,四元IP的最大的好处是? 节省五六元IP吧。 第二,它是什么? 不需要花钱吗? 只要我们是举宝来用的话,是吧? 人人都可以使用。 不用花钱去买,也是随便指定就行了。 OK? 那么它有缺点吗? 缺点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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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能直接访问互联网吗? IP是什么? 各位,我们访问互联网都是这样的。 我给你发送一个请求,比如说我给新闻发一个请求。 我要访问你的网站,他是要把他的网站数据再返回给我。 那我问你,我是192.168.1.1。 如果我能直接访问新闻,那新闻是不是要把数据返回给我? 那我问你,我是192.168.1.1。 其他学校是不是也是这个IP? 其他公司是不是也是IP? 它还你的事? 也就是说,那个IP是不是没有微信? 所以它是绝不可能直接访问过我。 能听到我的说什么? 那这样做,我们如果内网IP要想保护跟我,我要干嘛? 我说了,这是内网交换机,我们的内网计算机。 OK? OK? 那如果内网计算机直接要想发信,我只要干嘛? 把现实为中央交换机数直接发给它计算机币。 但如果我要访问的是外网服务器,比如说行了, 这个时候它就不能直接访问,因为它们是内网IP。 听懂了? 那这时候怎么办? 哎呀,因为每个人都设个网关。 有网关吗? 有。 网关是什么? 各位,它就是一个拥有路由器功能的这样一个网络设计。 可以是路由器,也可以是我们的一台键盘, 但是它需要拥有一定的功能。 它的最主要功能是纳和转发。 它记得纳它吗?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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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路由器的基本功能。 不是,网关的基本功能。 我们把网关叫做默认路由网关。 什么叫默认呢? 就是,如果我的计算机知道怎么处理这封信。 比如说,我们都是同一个局域网, 那它是不是就知道? 它一广播是不是就能广播到局域网的所有的设计? 你刚刚有AX系列表在提前机里,看到过吗? 看到过吗? 它是不是就能知道局域网内所有的设计? 那它就可以干嘛? 数据结合交换机是不是直接转发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它不知道怎么处理这封信, 比如说,兴乱。 它知道怎么办?兴乱吗? 不知道。 那它怎么办? 它把这封信就交给老关。 什么叫默认路由器? 就是,只要不能处理这封信, 都交给我来处理。 有没有听懂? 那网关上面最主要的一个功能是谁? 纳税算法。 它就做了什么? 网关是不是有一块网卡是不是连接的内网? 它是不是这里是不是有一个内网IP? 122128一点点。 它是不是还有一块网卡是不是连接的外网? 啊? 这里是不是有一个外网IP地址? 买了,花钱买了,有听懂? 那网关最主要的功能是不是纳税作用? 把它干嘛? 转化成为外网地址。 就是我说的。 其实原地址没有删掉, 而是把它包起来, 外网是再包一层这个外网地址。 然后,这现在是不是就是公网IP了? 那它能搞得行了吗? 对。 啥意思? 一般啊, 一般啊, 我讲这个东西的时候, 因为, 平时一般也要大概提一下, 它们虽然不会详细去讲, 但是也要说一下网关是干嘛。 然后呢, 我就会说, 哎, 如果你们看上了你们班的某一个小妹妹想要给她写一封小新书, 这个例子不太适合怎么办。 当然也保不起你们会有这种想法。 这种情况下呢, 你们是不是可以不用经过吗? 因为你们是不是同一个局吗? 写法信之后是不是交给她就行了? 那, 那如果你看上的是隔地班的UI的小妹妹, 这个时候, 你可以去松心吗? 可以。 如果你去的话, 有可能会被她们班单身打死, 那怎么办? 你们是不是有网关呀? 我是不是就是网关? 我是不是有两块网卡, 一块网卡是不是人接在你们的内网, 一块网卡是不是人接在外网, OK? 我的目标, 我的作用是不是就是, 你们所有不能处理的数目方式都交给我, 那是不是你给我? 我真心一个人, 一个动作, 把它从内网上看完, 转成外网上看完, 然后呢, 我是能不能找到隔壁班的老师, 把信息就发给他, 他呢, 是同样执行外网进入内网的这个手段, 然后信件是不是就投资到了指定人士呢? 听懂吗? 说, 你这个网关, 那个最后一位并列的一和二五的信吗? 不是, 你仍为设定的, 仍为设定的? 就是管理员你随便, 只是我们一般性的, 怕被别人冲突, 我们一般选择一和二五四, 因为, 原来什么? 你随便选一个, 你选个一百, 别人是不是也会写一百, 但是如果你确定这个网络, 不是你个人, 只有你一位在用, 比如说, 我们服务系网, 只有这个管理员来用, 我们完全可以选遍的IP, 但是习惯性的, 是一台不仅的。 还有一个问题是这样, 您说把那个内网机包起来, 如果放在IP, 那个数据包包头里边, 它会把IP放在哪里? 放在包头里, 还是放在IP包头里, 原来那个包已经放在哪里? 它会把它增大, 原厂的放在哪里? 其实不光是放在可选下里, 它会利用我们刚刚没讲的那个, 碎片穿移那个东西, 它会把那些原始地址简化之后, 放在碎片穿移, 从外面看的也还是二十个具, 它是放在那个碎片里, 语曼我说什么, 对, 其实这个就是很复杂的, 没有必要知道, 你就知道藏起来了, 就行了。 OK, 还有问题吗? 哎, 那我有问题, 那我问你, 你只会看到, 看上隔壁门的美容, 你要是看不上了这个其他的楼里的, 或者这个华文学院的小美女, 东南亚的小美女, 可能你就好这一口, 是吧? 那如果你看上了他们, 怎么办? 我能把信件投过去吗? 那怎么办? 我是不是还有我的网关? 也就是说, 数据包是不是不是经过一次路由就可以到哪了? 我可以了吗? 我是把信交给李超, 把李超市去找他们的这个对方的网关, 然后数据是怎么通过去。 你听懂? 那如果你看上的是北京市其他地方, 那李超市还有他的网关? 你听懂? 也就是说, 数据包是不是它会在网络, 或者一旦出来以后, 是不是在互联网上, 是不是经过多次路由, 最终是不到啊? 你听懂? 只是, 这个路由的路径选择是自动的, 路由现在非常值得, 它会自动判断什么? 哪个地方快? 不一定是短, 而是坏, 什么意思啊? 嗯, 这条路径是直达的, 但是堵车, 发送的数据包多, 是不是反而会慢? 稍微绕一下, 有可能访问的人少, 但是就会这么慢, 它会自动判断, 很智能, 听懂我来说什么? 但是我们人类可以更改, 或者可以干绕它, 是可以干预它, 能干预它, 能干预它, 明白吗? 我们可以通过几个参数来干预它, 但是它是自动的, OK? 所以我们说, 主流量, 我们放在骨干网的路由器, 一定要是带操作系统, 也就是说, 四颗的道德华为了, 它这样的话, 是才能进行自动预算的, 明白吗? 啊? 傻瓜式的, 就是你家里有买的那个小路由器, 拨号的那个, 那个只能给驾行使用, OK? 在互联网上都无法使用, 它不具体操作系统, 听懂吗? 听懂吗? 明白, 各位, 我在说什么? 我在说什么? 网段之间的数据两大碗, OK? 如果是同一个网段, 我们在同一个资网研板内, 对吧? 它们之间是通过交易机, 可以来讲, 那这个时候我们说, 私有IP的最大的好处, 是不是就是这样? 我们这么教室里所有的人, 其实到最终是不是只有利用了, 占用了这几个网 IP? 能看到吗? 是不是觉得所有人是不是都是内网 IP? 这个时候内网 IP, 里面上来说, 最大的一个内网 IP, 是不是有1677万呢? 你有这么大的一公司可以用吗? 没有吗? 啊? 没有吗? 但是, 但是, 一般的小区宽带, 我说小区宽带是不是就是一个大区域网? 他会选择10网段, 因为小区里可能会有几千个用户, 几千户, 一般几千户, 但是几千户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10网段足够了, 明白? 你不会有一个公司, 会用到1600多万个出去, 安心支持, 有啥不明白? OK, 他说了, 像钟石油, 我钟石油有几千万个用户, 那个准员工, 是吗? 好, 他是在一个地方吗? 他在一个地址吗? 对啊, 他在一个地址吗? 对吗? 你再不够了, 他说回你多买两个IP, 我一万个人用一个公安IP, 另外一个厂区再用另外一个公安IP, 可不可以? 何况他们根本不差钱, 他们一买就直接全是公安IP, 好吧, 就根本没有再考虑为我, 你在想什么呢? 我就说, 其实我说, 这样的一些问题, 其实好多人都问过我, 我说, 按我的思维, 我根本就不会这么想, 我为什么想, 都是因为你们问我呢, 把我逼了, 我就说, 这有啥好做法呢? 人家就不差钱, 好吧, 人家不一定就无费我, 一批这样就说, 听到了啊, 听到了啊, 好了, 还有问题没有, 还有问题没有, 我花了很长时间在解释什么, 所有IP吧, 好了, 那好, 我们现在了解了什么, 第一, IP的分类, ABC三类, 能分析吗? 怎么分? 大嘴巴, 磁网也要嘛, 所以IP分类, 怎么分类, 怎么分类, 一IP计指, 第一位是不是在哪个范围之内在? 好了, 这是第一件事, IP分类, 第二个件事, 每一代IP计指, 都拿出了一部分IP计指, 作为吸引IP计指, A类是一个网段, B类是16个, C类是256个, OK, 牢牢过, 背起来, 没有道理可讲, 听到了啊, 这三个问题, 每一类IP计指, 都有一个默认状元, 这个默认字, 原码是不是才是用来干嘛, 用来确定, 网络位和主机位的, 没错了, 好吧, 我写一下, OK, 简单总结, 当然, 后面我想起来啥总结啥, 好吧, 第一个, 什么, IP地址, 分, 可用IP地址, 分为了, A, B, C, 三类, 啥意思, 我写的很简单, 但是意思是, 你要能分开三个类别, 能听到吗? 第二, 每个网站, 每个类别的IP地址中, 都有一部分, 四个IP, 各位, 意思是, 你们要把四个IP地址背下来, 听到了, 你变成三句话的意义, 听懂吗? 什么叫总结, OK, OK, 这三, 什么, 子网研码, 研码, 必须和IP地址, 成对, 出现, 否则没有意义, 能够呢? 再总结一个吧, 就是刚刚说的这个, 什么, 每个网段都有, 默认, 是吧, 圆满, 啊, 用来, 区分, 什么, 网络位, 和, 主机位, 好了, 下回就请这种, 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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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各位, 那我有问题, 问你吧,